Hello,大家好,我是文心,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会介绍一下CFP Certificated Financial Planner这个认证资格一些准备工作 我手上是有一份CFP Exam Candidate Handbook,然后这个的话是最新的一个版本,是从CFP的官网上下的,这个是免费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以及一些考试相关的规定以及须知,为什么我要来关注这个CFP的考试呢,是因为我对金融是抱有很大兴趣的,我想了解更多在美国如何进行你的人生的金融理财准备工作,我很依赖这种考试一样的学习流程,就是你会有一个大纲,然后明确的知道自己将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考试, 考试为目标去准备一系列的进行学习,为什么我会这样选择呢,因为首先我认为这样的学习效率非常高,其次呢,因为它毕竟是规模化的考试,所以它都会有一系列的这样流程的东西在里面,尽量够高,除了应用在你自己身上之外,你还可以去考个证书,或者相当于开启另一种有可能的职业生涯,CFP考试呢,它不是免费的,当然,它的收费也不低, 它是有三个档位,一个叫做Early Bird,一个叫Standard,还有Late Registration,扫鸟票的625档,那如果你是等到了10月份,你才想起来要去考这个试的话,你就要交到825, 当然这个还不涵盖书本费,然后课程的教学费,用力而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进行一个选择, 天之内一共有两部分的考试,每个部分呢,是三个小时,中间会有一个40分钟的休息,一共是有170道选择题, 选择题的类型呢,有概念的这种题,也会有给你一个背景,要求你根据它的个人情况进行一个分析,做出选择, 这个是非常考你的综合理解和运用,你所学到的金融理财的这个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这个对于个人学习的综合素养还是要求比较高的,除了这个考试的形式, 考试的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做Principal Knowledge Topics, 就是一些原则性知识的一个主题,第一个就是Professional Conduct and Regulation, 一些法律法规相关的内容,第二部分就是General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Planning基础的原则, 那么第三个就是Education Planning,第四部分就是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Planning, 第五部分是Investment Planning,第六部分是Tax Planning, 第七部分是Retirement Savings and Income Planning,第八部分是Asset Planning, 这个CFP的认证,它考试的内容涵盖到从法律法官相关, 然后到你整个人一个社会人的各种职责, 比如说投资啊,税务方面的管理啊, 然后你需要为了未来的养老保险而进行一些准备一些储蓄, 以及比如说房地产不动产的投资, 就是为了你的小孩子未来的学费进行一个储蓄投资, 它涵盖到我们金融理财的方方面面, 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想要了解这个考试获得这样认证的一个原因, 它的内容是非常接地气的,适用于我们每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第二部分的这个考试的话就叫做Job Task Domains, 就是更多的跟你的职业规划有一些关系, 拿着这个证,然后可以去做一名金融规划师, 我以这个做我的职业,一些职业素养的要求, 它也是分为八点,第一点就是Establishing and then defining the client planner relationship, 第二部分就是Generating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fulfill the engagement, 第三部分是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he client's current financial status, 第四部分是Developing the recommendations, 第五部分是Communica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第六部分是Implemen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第七部分是Monitoring the recommendations, 第八部分是Practicing within professional and regulatory standards, 个Job Task Domains就更多的涉及到持证人员, 你所需要在跟客户交流沟通的时候, 你所需要具备的一些职业素养。